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痛的有时候就怎么痛然后怎么治 然后你知道现在所谓的让他减少疼痛已经变成现代医学一个话题 怎么样让身体不痛因为痛不会致命 可是他又好不了这才是问题对不对 而且重点是如果说你这个治疗疼痛的时候 你就是好像只针对那个痛点去做缓解的话 可能也许一开始舒服了一点 然后过一两天那个疼痛又一直来找 这真的就很伤脑筋 更何况如果说借由缓解这些疼痛 他能够帮助你全身上下做一个更好的调整 然后又不吃药不打针 这听起来就很不错 有这么好的事 我们今天就要来介绍这位 为什么今天会请到这位张钊汉医师来到现场 因为之前我就看到了他的这个一些的有见证者的分享 就提到说原来是非常严重的这个鱼鳞腺的这种皮腺的 这个叫牛皮腺对不起 牛皮腺的患者 结果就是因为用了他的这样的一些的手法之后 哇那个皮肤整个好像焕然一新 好像好像涂过那个皮腿 所以换句话说除了疼痛之外 他可能对我们身体的一些的我们所不希望的产生的症状 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介绍的是这个财团法人张钊汉 原石点医疗基金会的张钊汉医师 哈喽您好 张医师您好 你们好 张医师的那边的上课是都不用钱的 然后主要就是因为你自己的亲身体验 所以你会想到说需要能够把这些手法给推广 对不对 可是你其实本身是个中医师 是啊 没有错 那也是因为我太太得了癌症 那全身都痛 所以想解决她 那开始才发现我以前的针灸不足以解决她 才在她的身上找一些开关 然后发现有一些地方暗了比针还有效 也真正缓解她的疼痛 所以才开始漫长的研究 那前后研究了五年把前身比较重要的开关就找出来 那我们最后归纳为一条脊椎 及七处原始点 她的原因是这样 所以换句话说你觉得针灸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已经觉得是很很厉害的一个手法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的气 等于重整嘛 对不对 因为针灸 其实我最近因为手痛我去针灸 针灸它也不是针你的痛点 它是针远方的穴位 对 比如说我还有针两种 一种叫头针 一种叫腕针 对不对 这两种针 可是效果很普通 还是会痛 这个有时候不一定 有时候不一定每个人不一样 对对对 那但是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我不用针插进去 我的效果可能可以比针更好 不是侵入性的 是有可能 而且这个应该很多患者都可以做见证 是没有问题 对事实上的确我确实看到 就是因为看到很多人的见证 所以会邀请这个张医师来分享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 如果可以推广一些 像这种不侵入的治疗的话 这方面它比较安全上头 比较不用担心 第二个是说 大家可以少吃点药 然后少这个 让健保再少点支出 对大家其实都是好事 现代人很阿Q你知道 说为了避免说太麻烦 干脆怎么痛 反正吃止痛药就好了 实际上止痛药吃多了 真的很不好 是 那个对肝肾来说 其实是并不好的 但是张医师 你既然叫做疼痛疗法 所以换句话说 他最主要最有效的是 针对疼痛来解决吗 是 早期是对疼痛最有效 最后发现我们称为症状 必须要分症 就是一些像你的不舒服感觉 比如疼痛就是其中一种 还有可能酸麻 痒脏 闷 刺 晕 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都可以因为你按对开关 而改善 但是有一些是撞的组织受损 比如像你刚刚讲的 肝癬 还有皮肤病 甚至怒疮 甚至破皮 流血 化容 那这个就是撞的组织受损 那这个也要解决 那这样就变成 除了要按 那我们也可以 我们再进一步研究 就是要给他温敷 甚至喝一点姜汤 来增强他的抵抗力 来修复他身体的一些体伤 我们先来讲这个姜汤 因为其实我有听人家讲过一句话说 早上吃姜 胜过人生果 然后晚上之姜 独四脾霜 就是意思说 你如果是在中午天吃 吃姜的时辰吃 对 同样是姜 可是你早上吃 哇对你的身体 你根本不用去买人生来吃 比人生还好 对 可是如果你晚上吃的话 其实那个是很毒的 对身体很不好的 好像脾霜一样 对 所以 有这么严重吗 是 其实姜是这样 它辛辣 它是属温热之间 那温热 一般对比较体质寒的人 喝起来 当然很舒服 那到了晚上 事实上 这些虚弱的人 更寒啊 更应该喝姜汤啊 是啊 为什么会被披霜啊 所以此一说 只是流传 但与实际临床上 却不符合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认为 这个姜汤 还是一天24小时 都可以喝 如果是性寒的人的话 对不对 对 不只24小时可以喝 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夏天也可以喝 不会太燥热吗 不会不会不会 我们自己都这样喝过了 也不会有什么 可以加红糖吗 是这样 那有些人不敢喝姜太辣 对 可以加红糖啊 或龙眼干啊 干燥啊 这个我们都同意 但是这些加味的调味料 不能加太多了 不能加太多 因为会让姜的温热性 那个比较减少 可是我知道有人说 他可能喝一喝 也许就流鼻血啊 火气大啊 什么的 就这个舌头起 就是起泡啊 这些的 会不会 这会 有可能 那这个产生的情形 应该是这么说 第一个量 有没有过大 量过大了 那可能人一下子 没办法接受 我怎么知道 怎么样量是适合 怎么样是过大 当然 你这个龙眼 全部放了半斤 然后姜子放一片 那当然一定会过大 不是啦 不是姜啦 我知道 我开玩笑 有时候不能把它当饮料喝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真的要 知不知道 其实我建议 还是要按推 按推原始点 比如说流鼻血 口破 喝起来有这些不舒服 那你就在头部原始点 揉一揉 揉开了 他喝下去 也就舒服了 这时候不是过量 而是因为他本来 头部就有 堵塞 堵塞 然后让你 不能吸 把那个热源吸收进来 所以产生了这些作用 那你只要揉开了 再喝 其实也就没什么 所以 所以那个点block 就是他那个点塞住了 你不要揉开了 让它过了以后 才不会产生一些症 对 就是刚刚讲的开关 对对对 所以我们等一下回来 要请教张医师说 我们身体头 哪些地方是开关 然后当初你又是 怎么研究出来 发现这些开关 原来开关就在这里 待会儿马上会 12点19分 欢迎回到九一七 在一起 POP Radio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POP抢先报 我是郑诗诚 我是汪洋和 在现场记得访识室 财政法人张昭汉 原始点医疗基金会的 张昭汉医师 对 因为他发明 应该说他 发现 对 这总而言之 他有这样的一套手法 主要就是因为 当初这个张医师的妻子 感觉很痛 我就轻轻帮他推 这样连续三天下来 他腹骨沟的肿消了 而且痛也不见了 所以这时候引发我 开始有一个想法 说 如果他前身 都很多 都有痛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 他身上找出 相对应的开关 就可以解决 他前身的痛 所以这样就开始 在他身上 前身上下 每一条筋 每一处 开始摸索了 这样 在摸索的过程中 确实找出了很多开关 所以你当他 按压臀部的时候 他不是臀部痛 他是原来就是 腹骨沟的那个地方 就感觉到更痛 是这样 他是腹骨沟痛 屁股不觉得痛 是我摸到他屁股的时候 他感觉特别痛 就腹骨沟特别疼痛 不是 他臀部特别痛 他痛不痛 结果慢慢帮他摸 腹骨沟就不痛 而且腹骨沟的痛不见 而且肿也消了 是这样 所以您就后来发现说 其实我们人身上 有很多对应的开关 包括说一条脊椎 它就是管我们的身体 身体 然后手上也有三个地方 对 就是管手臂 脚上也有三个地方 三处 管整条腿 然后我们头 头也有一处 全部头管 张医师我问一下 小腿的有一个点 是不是在这个小腿肌肉上面 小腿也要看 如果是小腿肚 它这个比较特殊 小腿肚抽筋 运动员 或很多人睡觉会抽筋 那个是在上背部 上背部脊椎 两侧 所以很多运动员不知道 一直在温敷腿 那个不是大开关 那只是缓解 那上背部一揉 它马上抽筋就可以缓解了 那可是如果像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他们还不知道该怎么揉的话 那就是拿那个热毛巾 温敷 它的上背部也会有帮忙吗 会 会有帮助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会按压的 你可以用按压的方法 又用你的 找到那个点的手法 如果不会的话 你好像很强调 因为喝姜汤也是要温热 温敷也是要温热 所以温热对于我们人体保健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是 是 没有错 而且它温敷的工具 现在很方便 比如像Seven 都有一些软软包啊 那这个也可以用软软包来温敷 它不分材质吗 不一定要有蒸汽 湿汽 比如说那种热毛巾 就有湿汽嘛 不需要吗 不需要 只要感觉 你这个热源 感觉温暖舒服 这个就有效了 所以不好意思 因为有一个 我记得前一阵子有报道 有一位这个女中医师 七八十岁 感觉还非常年轻 她只有一套保暖方法 那是装 你说是装熟期吧 不是装熟期 另外一个医师 可是她有个重点 她绝对不穿 漏脚趾头的鞋子 她就是她脚部 她一定要保暖 不管冬天 不管夏天 这是不是也是 也是希望让自己的身体的 这个循环能够 不要有一些所谓的 在一个比较 这个 比较冷的 比较保暖的 这样一个概念 照理应该是这样 避开寒凉 那这个人体 随着你年纪越大 体力就会越来越衰弱 那 就会 就会比较容易 体伤 那如果风寒一来 你可能体伤恶化了 就会有症状 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注重 保养 尤其年纪大 所以您的体伤 指的不一定是说 我们这个跌倒啦 这种去撞到啦 什么这种体伤 指的不只是这样 不只这样 而且还有你感觉痛 那这个痛 它一定有一处体伤引起的 那个我也叫体伤 所以体伤简单讲 就是跟我们的症状 有一个同样的意识 但只是它 不只症状 它是症状的起源处 我们称它为体伤 OK 所以如果是小腿都会抽筋 因为尤其冬天 我觉得 糖体伤比较容易 对 那就是要热敷你的上背部 那如果说是像有些人 五十肩 那这种要热敷哪里 五十肩要看 如果是痛在肩部到手臂的话 那这个要在肩膀 肩膀旁边 肩胛骨那里 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 我觉得就碰到痛那里 真的 那所以这样 温敷要温敷多久 看患者的轻重 如果患者是轻的 那揉一揉 它其实有时候一两次就好了 那如果比较严重 反反复复 那除了揉之外 温敷就会很重要了 可能一两个小时 再如果更严重 它的痛是 二十四小时都在痛 那可能温敷的时间就要二十四小时了 那你温敷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去换那个热源这样子 是是是 而且会不会有一种比较 我记得是类似电暖的这样设备 也有一种是照射灯的 那种会不会呢 会不会有些人说像有些人说照那种会发出红光的灯 你感觉热热很舒服 可是其实它会让你的血管越照越干 或者说是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好 会不会 这热源要不要 要不要 其实热源 我认为 其实这些说法都不需要太在意 重点是 你感觉那个热源会对你很温暖舒服 这样就对了 因为温暖舒服 长时间 它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但你感觉太热了 那这个就不行了 因为太热可能就会烫症 所以比如说冬天 我们用说类似那种暖风的这样设备 也行吗 就只有不要太热 太烫伤就行 风比较 因为风有时候吹来 当然如果它是热风 是有效 那种热吹风机也可梦 也可以 OK 就是要热的 要温热的 对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还要来聊 尤其冬天的时候 这个像心肌梗塞 中风 这些 张老师 张医师也教大家说 怎么样可以做一个急救 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聊 POP抢先报 哈喽 12点36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九一七 在一起 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汪用和 我是郑诗诚 在现场接受访问是财政法人 张昭汉原始点医疗基金会的 张昭汉医师 刚刚他帮我 这个现场示范了一下 真的 好像就感觉 真的蛮痛的 但是原来痛点就很舒服 真的是这样子 就痛快 对 痛完了快乐 他就找到那个所谓原始点 然后叫做阿氏点 阿氏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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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医师说 这个名称的由来是 阿氏 就是这个穴 对 但是 这个张医师 像冬天啦 尤其老人家都要比较注意 可能会比如说中风啊 或者心肌梗塞这种 如果有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 你提到说 其实急救很重要 怎么个急救法 是 如果是脑中风 他一定是头部引起的 那头部最重要要保暖 所以家里一定要有电热器 让整个家里的环境 温度最好保持在28度 那头部 尤其整股脖子那里 一定要用围巾 或是围巾包个软软包 然后让他感觉温暖舒服 这样他就可以慢慢修复了 不能就是尽量不要搬来搬去 让他充分休息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已经有点嘴歪眼斜了 只要帮他 让他温暖 然后头部让他保暖 弄个暖暖包或者热敷 他就会好 他就会改善 但是最好还要按头部原始点 因为这个就要学了 对啊 因为你如果说中风 他有出血了 对不对 脑出血脑溢血就 你还按 那不是更恐怖 怕那个血流的更多 对这是一般人的误解 他为什么会出血 因为寒血管收缩了 让他里面颅内压压力变大了 然后结果就会冲破 他因为压力高 就会找一个出口 那你给他温暖的时候 血管就会松弛了 所以压力就会减缓了 那如果你再加上按推 那血液循环又变好的时候 那伤口很容易就修复了 所以反而对他的复原很快速 而且复原之后 一般我们这样处理很多个之后 没有什么后遗症 所以我们有些人提到说 中风的时候在那个手指头 或者耳垂上去 扎针 扎针放水 那也是让他找个出口嘛 对对对 也有这种味道 所以这个也是有效的一个方法 我认为还是有效 但如果从头部会是更直接 但是就说大家没有学过的话 不要乱按压 那就是还是用热敷的方法 对对对 让头部去保暖 那这种心肌梗塞这种呢 心肌梗塞是在上背部 脊椎两侧 那脊椎你不要按骨头 你就在骨头旁开 一指宽就好了 只要一指宽你记得一指宽 那这里附近你去整条 帮他按一按 上背部整个两侧 上背部距离脊椎一尺宽的地方 一尺宽的地方帮他整条 整条一尺不是一尺啦 一尺哦 一尺宽 一尺宽 然后帮他按压整条上背部 一般很快就会起来 而且急救这个应该会是最快速的 所以我发现 比如说你从前面按压 很多人想会做CPR 但是背后它是大开关 因为前身的开关我都找过了 所以从背后会更快速 对于急救啦 或是他平常就有胸闷啦 胸痛啦 心悸 这些都可以改善 张医师他那个力道呢 力道不用很大 一般人就像你轻轻的按 那这样按他就有效了 OK 是 OK 所以 那如果不太会按不太敢按 那就还是用热服务的方法 但是我建议像急救还是要按 因为很容易按 因为他就在脊椎旁一直宽 那这个位置整条下来 那位置 你总会按到那个穴 一定会按到 对对 那不用太大力 一般人手法即便不好 他一定可以按到 那按了就一定有效 当然这个不是说 你就这样做了 你都不要送一急救 当然不行啦 第一个打119 第二个再按 就是急救的方式 而且你在等候救护出来的时候 因为这不是切入性的这个急救 对就是你在等候救护车来的这个时候 你总会想说 那你还能够帮他做些什么 对那这个部分 也许大家就可以参考 这个张一世刚刚所提 对那个first ad非常重要 对对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继续回来请教 12点45分 欢迎回到九一期 在一起 POP Radio 太不留心 我们电台 POP抢先报 我是张一世成 我是汪洋和 在现场接受访问是 财端法人张昌汉 原始点 医疗基金会的张昌汉医师 对因为张一世就提到说 因为他太太自己本身得了癌症 所以后来为了缓解太太的疼痛 对 然后他本身又学中医的 对 所以就从经络这个方面去研究说 哦原来你某个地方痛 其实是有一个原始点 对 让他才会引发这个疼痛 你不能不能看到症状压 那个症状的点 看到症压那个症的点 要去找到他的原始点 对 所以这个张一世就有提到说 如果我们有些人 哪里哪里痛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 我们的直觉反应 就压那里 对 肚子痛 手痛 我们就直接揉那边 或者压那边 但你说 不是 是 要往上找 对 往上找 他一定别的地方来的 那如果是往上找的话 那你如果手指头 找到手背 一定是在手背 两骨之间 你按一按 就会按到痛点 揉一揉 你的指头就会好了 哦我如果是扭伤了 扭伤也是一样 也有效 我扭伤明明就是那条筋 这样揉 揉到 你感觉那里痛 就是往上找 但是如果肿还要温敷 他就会消 就这么简单 这倒是蛮突破的观念 我们一般认为说 哪里发炎就按哪里 贴哪里 现在是要找到他的原始的点 然后他才能够让他这个症状 症消除 对 因为张一世说有果跟阴嘛 对不对 对对 所以你要消除了那个阴 才会就直接把那个锅给消除掉 症状才会好 那一般人还有犯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肿痛的时候 他以为既然发炎了 应该要冰敷啊 很多运动员也是这样 事实上刚好相反 我们一路坐上来 就是反而要温敷 不是热敷很烫 而是温敷 这样让血液循环更快速的时候 他组织受损就会赶快修复 所以更快 可是他们就是说你这样子温热 让他温热的时候 他就会发炎更严重啊 不会 应该是这样说 温敷的时候让血液循环会更好 血液循环好的话 反而会去修复他的体伤 身体受损的地方 一般西医的概念是当你 比如说开始初期的症状 这个发炎的时候 他让你先冰敷 冰敷完了再热敷 刚刚张医师提供的是不一样的概念 其实我之前有听过别的医疗体系的中心有提过说 你如果是冰敷的话 其实他就让那个筋膜会比较容易变硬 他认为这个也不利于修复了 这也是另外一种讲法 今天给我们的听众参考 所以您那边来就是来求助的很多都是疼痛的 那还有没有哪些特别的是 就是我们大家都不会想到说 这个这样子按压按压也可以按 这个症也可以按 这来找的也现在不只是一些酸痛的问题 现在来找的很多也有皮肤病的问题 还有一些疑难杂症 对像我上次看到那个皮肤病就牛皮血 牛皮血为什么跟他的 为什么他这样子按压按压 热敷热敷也会好 是因为牛皮血我说过了 它是属于壮的组织受损 那光暗是不会好的 所以他还要有内外热源 然后最重要还要患者本身配合运动 然后让他自己体力变好 那人本来就有自抑力跟修复力 你一旦体力变好了 人自然就会去修复它 所以我们给他内外热源 也只不过提供我们的身体运转更加顺畅 而把这个自抑力把它激发出来 让你自己修复的 因为他等于是 这个张医师等于帮自己的身体练兵 等兵强马撞之后就可以抵御外来的 这个外武 所以就会牛皮血自己就会好掉 那是 所以内外热源就是内热源就是你提到说喝姜汤 外热源就是敷 就是热敷 那我们有听众朋友在问说 那脚底按摩跟您的这个有什么不同 因为脚底也是按这个反射区 然后很多人也从脚底按摩得到了很好的这个帮助 效果 我说全身都有开关 那我要找的就是能解决所有身体的所有症状 那我把这些开关比较起来就是尽量找到最大的开关 就任何人按这一个点他就可以解决任何他管辖的某一处的所有的症状 所以我这样找下来会比这些小开关还要快速 是这样 就都是开关脚底按摩也是开关 所以我们也承认他一定有效 但是我要找的是更有效的开关 因为脚底按摩 我知道脚底按摩他本身他比如说两只脚 他有多少很多的点 那比如说你的哪里的有些什么症状要按好几个地方 那张医师意思说我这个是个比较大的开关 按这个地方就可以导致比较大的效果 对可是张医师像脚底按摩有人是有病治病没病强身 就是去平常去做做保健保健 因为他们说是对内脏嘛他们都是内脏的脏腑的反射区 那我们这些如果说我平常没痛的话去按压也可以吗 我认为这个可以按可以 按绝对都对身体有帮助 就当是都是当保健 那像刚刚您提到说这个痛的话就是比如说扭伤或什么 那个我们有听众在问 所以那你又说痛的你这个痛点要往上找原始点 那到底温敷是要温敷在痛点还是温敷在原始点 如果痛点按了有效那个是在按的地方温敷 但是如果他已经肿起来温敷的地方就要在肿的地方温敷 这样分 那您刚才提到说还有什么酸麻什么的 这个不适感也是一样按的都会有效 你可以感觉很多种不舒服 但你只要找到大开关那一按那这种不舒服感 不管你是疼痛酸麻痒脏闷刺晕都会有效 晕也有效 晕也有效 你知道晕是特别麻烦 因为医生问你说你晕晕眩对不对 那你是什么晕 你是人转还是环境转 不不不我都已经晕了 你还问我 有人是真的 有人是自己人就人就这样 怎么觉得头晕 有人是觉得环境天玄地转 那是不一样的疗法 所以就很麻烦你知道吗 是吗 可是对赵恩师来讲是不是都一样的疗法 都一样都一样 不管他怎么转 是环境转还是人在转 还是地球转 都有效 就也是头 但是那种就是内耳不平衡啊 不是吗 西医说的 那是一种说法 但是我们按的有效 也不要管他 他的理由是什么 重点还是在有效 对 但是重点是 如果你帮人家按压 如果你没有去上过课 对 你去帮人家按压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按的太大力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因为按太大力 那个巧件 对 会伤到 所以一般按是这样 要问患者你痛不痛 他感觉有一点点痛 这样就有效了 不是越痛越有效 很多人错误以为 越要大力 那是错误的 所以他有一点点痛 那这样就可以 而且我们有规定 那个痛点顶多按九秒钟 就不能再按 为什么 因为这样就有效了 你再按 有时候肌肉就会饶损了 那过多久之后可以再按 那按完就温敷就好了 他很快就 症状就开始缓解了 所以那如果 明天他还是不舒服 那再按一次 一般轻症就是这样 那这跟 这跟我们一般所想象的 所谓经络按摩不一样 经络按摩他会 按了好长一阵子 而且全身按 那不是九秒钟 因为经络按摩 有些地方还说 你这边气不通 对不对 有气节 我就要把它按 按到那个气节 把它按开 所以你这个又不一样的想法 完全不一样 想法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那个很审时 而且可以服务很多人 那问题是你们那样按 原来有气节的地方会开吗 我认为 我们按了他症状已经好了 那气节是他们的说法 我们也看不到 可是你摸确实会摸到啊 摸的不准 我们应该是以病人为师嘛 所以病人感觉 他症状改善了 才是重点 要不然你气节消了 不见了 但是他还在痛 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重点 就是病人的感觉的 对 以病人感觉 不管那个凸 有没有消或是在 只要病人痛觉没有了 那就是有效 病人痛觉还在 他消了也没有用 是 所以这个 张医师就是因为 太太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是 自己就是很希望说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 不吃药 不打针 而且到你们那边去 基本上连上课 都是 都不受费 他们算是个公益团体啦 不是 没有任何商业行为 其实也是 我们今天介绍这个 也是希望大家 除了打针吃药之外 也许还有更多 另外的 不管对个人的身体 然后对我们的国家 社会的这个 健保医疗的负担来讲 也许都是 很好的一个 这个尝试 他没有任何侵入性的疗法 OK 非常感谢张庄和医师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